繼續開會 我們等一下上會的時間是劉新正議員質詢完畢 各位同仁們意見 謝謝 接著請蕭永達議員質詢 謝謝康議長 陳市長各位事務同仁議會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市民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從歷史宏觀的角度 來檢討北高市議會的發展史 談落實議會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一定是遲來的正義 因為它出現在政黨輪替的階段 在檢討過去政府不法或不當的措施 有議會的同仁私下來問我說 我過去講議會指援公領家勤會是違法的 他就問我違法為什麼去年我們都犧牲了 配合都犧牲都刪掉了 而且不只刪掉 連去年底一收到公文 議會通過的預算都不敢執行 為什麼台北市議會可以高雄市議會就不行 那我跟他講 我當議員 我處理給你看 所以昨天呢 我就到法院去控告 空告的理由是這樣 就是什麼叫做家勤費呢 家勤費在我的看法 在一般市民的看法 他就是 議會開會期間呢 職員工可以領雙薪喔 那一般公務人 人員他的看法就是 公務人員的薪水 平均都有五六萬塊 那領雙薪應該是五六萬塊的兩倍啊 但是一般市民是不這樣看的 一般市民的看法是什麼 現在大學畢業生一個月多少錢 我們議員請的助理一個月多少錢 很多都是兩萬多塊啊 那在議會開會期間 一天可以領八百塊 三十天 兩萬四千塊 除了正常薪水還可以領兩萬四千塊 那就是領雙薪啊 那為什麼說他違法呢 台北市議會議長吳碧珠誠說啊 家勤費沒有違法 如果違法 為什麼主計處 審計處 大家都沒有意見 這十幾年來這樣都可以適用 但是呢 我告訴各位 這是胡說八道 為什麼呢 因為 議會家勤費的主管機關 是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我去年呢 有行文去問 去年十一月我行文去問 他有正式回文給我 這是總處的人事處長 黃護員 內容就是這樣寫的 民國九十一年的時候呢 就有行文到 北高市議會 然後告訴他 家勤費是不得之領 2014年呢 再度行文 連續兩次行文 也有 不只給高雄市議會 也有給台北市議會 高雄市議會 去年呢 在康議長的帶領之下 審查預算的時候呢 我們刪除了 今年度 所有家勤費的預算 不只這樣 去年呢 已經通過的議會 預算 也沒有在支領 那 台北市議會 不只 去年收到公文 繼續領家勤費 連他們後來開的臨時會 也都領家勤費 今年的預算也都通過了 所以本人在此 就 我對吳碧珠議長 跟 台北市議會 四個職員工 包括他秘書長 人事會計還有法制主任 提出告訴 那提出告訴的 理由 就是根據 貪污治罪條例 第六 民資為 還利用職權 這14年來 從民國91年 每年編4500萬 而實際支出的錢 看大概五億元 所以我來請教 那個人事處長 因為根據 那個我們的人事處長 是應該是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任命的 葉處長 麻煩你回答一下 是不是 謝謝議長 謝謝蕭妍 我是人事總處派令 那我來請教你一下 去年 議會收到人事行政總處 明文告知 不得知領家勤會 他收到公文以後 他不只 讓議會的預算 順利通過 而且繼續 發放家勤會 這樣有沒有涉及違法 請處長回答一下 人事總處這個函 已經講說 如果議會員工 在開會期間 他是 縱使有超過上班時間 有工作事實的話 你還是 只能領加班會 不能領家勤會 對 如果 他繼續發放 這樣有沒有違法 那 如果說有繼續發放 那目前 蕭妍已經到 他40 不是啦 他40去年 他就有發放 他也承認 他就發放了嘛 那有沒有違法 當然是違反這個人事總處的函 那至於刑事責任 不能因為已經到司法機關去 我就 我不是司法人員 我沒有辦法做判斷 因為我問你齁 你打這樣也可以的 不要問太深會影響你前途 打這樣就好 你請坐 你請坐 這樣就好了 沒關係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議會轉型正義 我先做今天的結論 我認為 民國68年 高雄市升格成直轄市以來 我們學習的對象 一直是臺北市 包括我們的組織 我們的預算 我們的法令 學習的對象 通通都是臺北市 我當了十年議員 經常 都聽到說 臺北市議會就是怎麼做怎麼做 這一邊 高雄市議會 組織自治條例 其實你去看高雄市議會 組織自治條例 它的內文 跟臺北市議會 組織自治條例 幾乎是一樣的 我們的預算規模呢 其實跟它也很接近 只是我們是什麼 青出於欄 勝於欄 有些呢 因為它是天龍國的議會 什麼好看的都在那 要用我們學習 青出於欄 勝於欄 做一個規模 要更大 包括我們的人事 包括我們的預算 那去年呢 我們高雄市議會呢 有自刪預算 所以我們現在預算的規模呢 是已經輸給臺北市 本來這之前呢 是一直都 它呢 八億一千萬 我們是 八億六千萬 我們比它還多 現在我們已經刪到變 七億八千萬 自治條例呢 我們也是學它的 不只學它 還變本加厲 我來給大家看 這 高雄市議會 組織自治條例 第三十三條 這一條呢 叫做阿把條款 我們都知道台灣是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 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 應該彼此互相尊重對方的職權嘛 結果呢 我們組織自治條例呢 第三十三條是什麼寫的 就是本會開會期內 其事務人員得向市政府調用之 就是說啦 議會如果不夠人可以把市政府救人 我們是立法機關的 是監督市政府的 它是行政機關的 你不過人還可以把調用人 調用人要不要經過他同意 要不要經過市政府同意 你還可以明文寫在自己的組織自治條例裡面 這一條呢 我告訴各位 台北市議會有沒有 沒有 因為你上網去看台北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 跟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 因為我會特別注意到這一條的原因 是因為我在對的過程 這一條台北市議會沒有 我們自己把它編進來 這叫什麼呢 這叫清出於藍 勝於藍 所以呢 這個會期我會在議會提案 廢除阿拔條款 上個月呢 到八王子市去參觀 這是八王子市的市議會 我們一起到議會去參觀 我問他們 議長一個問題 請問你們 八王子市議會有幾個職員工 各位市府官員我給你們 腦袋急轉彎一下 八王子市有五十六萬人口 四十個議員 在你心目中 議會的職員工幾個才算合理 腦筋急轉彎一下 來我給你看答案 幾個你們知道嗎 來這裡 八王子市五十六萬人口 四十個議員 他議會職員工是十七人 十七人 然後呢 我們一路學台北 學到最後呢 有一個現象 就是 非常非常荒唐的現象 我們都知道 世界有四大都市 三個在西方 叫做紐約 倫敦 巴黎 在亞洲 世界級最大的都市 最先進的都市 就叫做東京都 東京都呢 有一千三百萬人口 有十六萬個公務人員 市政府公務人員 有一百二十七個議員 結果呢 高雄市議會 一路學台北發展的結果 台北市議會呢 職員工呢 有一百四十七人 我們有多少人 我們有一百六十四人 結果東京都才幾人 東京都才一百五十五人 我們遠遠超過 所有高雄市的姐妹市 包括橫濱 他有三百七十二萬人口 結果他職員工才幾人 他的職員工才五十四人 一元他比我們多 換句話說呢 東京 大阪府 橫濱市 他的人口遠遠超過我們 他的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也遠遠超過我們 你看喔 市政府公務人員 我們高雄市才兩萬六 你知道東京都多什麼 十六萬 大阪府呢 八萬二 橫濱市呢 兩萬八 他通通都贏我們 但是呢 議會的職員工 我們遠遠 我們都贏過他們 甚至是 甚至是橫濱市的三倍 我剛 講的議會職員工一百六十四人 是正式的職員工 還不包括 高雄市的約聘僱 跟臨時員工 六十九人加進來是兩百三十三人 這是以前留下來的 那議長呢 也有積極在處理 啊所以 我覺得 目前 民進黨 完全執政 那民進黨 有機會完全執政的目的 人民心目中 到底希望什麼 我相信 他希望的不是讓民進黨的市長 議長 議員 日子好過 沒有挑戰 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希望的是什麼 是相信你民進黨 相信你的價值 親聯 勤政 愛鄉土 給你權利 去解決歷史的難題 而轉型正義 就是在政黨輪替的時候 你有足夠的權力 要去糾正過去政府 不法或不正當的行為 而我希望 因為這個 牽扯的層面很廣 高雄市議會呢 可以設立 轉型正義委員會 下個會期呢 我們就會審預算 按你邊預算的過程 邊還有組織日子條例 有哪些值得檢討的 都可以一併提出來 這是我的建議 請那個陳市長回答 是不是適當 這跟陳市長有關係嗎 尊重議會 請他發表一下意見 謝謝 議長 蕭議員 蕭議員充滿了正義感 那要 但是我想 因為地方自治 那高雄市議會 這個是最高民意的機構 那站在被監督的單位市政府 尊重議會 謝謝 謝謝 那個 議長 你要不要發表一下意見 這是頭一次議員 叫議長回答問題 沒有啦 我很樂意回答 請你要不要發表意見 我很樂意回答 在4月8號 我們這一次定期大會開幕的時候 我就很明白的跟所有的市民朋友報告 持續議會改革 讓人民有感 打造優質議會 贏得人民的信賴 這本來就是我們該做的 而且我們也持續在做 未來也會持續在做 在這裡跟蕭議員做一個報告 另外 我覺得 市民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高雄市議會 目前的高雄市議會 是兩個議會合併起來的 是過去的高雄縣議會 跟高雄市議會合併 跟台北市議會 跟新北市議會 完全不一樣 新北市議會是直接升格 包括桃園縣議會也一樣 我們是兩個議會合併 就像高雄市政府一樣 是高雄縣 政府加高雄過去的院俠市的高雄市政府 我們就是一個院俠市的議會 跟一個縣俠市的議會合併 我們跟其他縣市的議會 有背景的不一樣 所以如果要相提並論的話 我覺得對我們66個議員來講 非常的不公平 因為我們在合併的過程中 還自殘了30幾個議員 我們從98個議員變 66個議員還少了30幾個 這個過程外人不了解 那在這裡也跟所有的市民朋友報告 包括我們這個高雄市議會的限制 過去是高雄市議會的限制 跟我們過去高雄市議會也完全無關 我們是合併以後才來這裡上班 所以過去的種種我們願意蓋瓜承受 但是不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對我們有不一樣的看法 我們已經很努力在做了 謝謝你 質詢完畢了 時間到了 謝謝 你看我激動到連時間到了都不知道 跟市民朋友報告 跟市民朋友報告 今天我要問的就是有關 這個商業的繁榮呢 他是一個先驅 他是一個帶猴子 他是一個火車頭 所以呢 他對於整個旗山的發展的一個歷史上呢 他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是有他的文化價值 那市長當時曾經回應我說 如果他真的是有文化價值 他願意呢把他保留下來 所以呢 後來才有水利局的副局長 他在市長的指示之下呢 邀請了文化局 經濟 金發局 都發局 各單位的 包括觀光局的同仁呢 都到現場去會看 也有文化工作者 也有大學的教授 當然是相關科系的 去看了以後呢 當然 現場很多人都認為說 應該要保留 好 應該保留 但是呢 當時市長也說 要跟我們的大溝頂商場的祝福呢 要好好溝通 因為事實上當時我會跟市長報告 這件事情就是因為 市府在處理這件事情過程當中呢 是非常的強勢的 那個我們的祝福呢 現在是保受了非常大的壓力 市長報告 有兩位已經中風 年老的長者 因為承受不了這個壓力 所以我上一次的定期會 才跟市長報告這件事情 但是呢 儘管 市長又指示 要好好溝通 也做了現場的會刊 也認為說這個具有文化價值 對整個奇美基督的發展非常重要 但是呢 現在是如火如荼的進行 那個 好 去 去勘察 好 要去建架 要準備做差異的動作 那是非常的明顯 所以呢 他們真的是 每天呢都惶恐不安 在這裡呢 我要跟市長報告 是不是把那個第一章把它救出來 到底 我們大溝鼎商場 是怎麼樣的 它的地幕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請那個水利局長答覆一下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劉議員 那大溝鼎目前它的 土地使用分區是水溝用地 都是叫水溝用地 局長 你看一下 它這個呢 是土地登記 它是什麼 它是建地 是建地 你知道吧 它這個呢 是屬於國有財產局 好 現在的這塊是屬於國有財產局 好 那第一次登記 是什麼時候登記的呢 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是一百零五年一月份才登記 也就是說 在民國四十四年 在 這個呢是分成了幾塊 分成了大概四塊 好 三塊是屬於國有財產局 其中 有些呢是民國七十五年登記 好 我們高雄 我們 齊山區公所的 齊山鎮公所成為我們齊山鎮公所的所有權 是在 當然也就是我們齊山區公所了 是一百零五年才登記 好 它呢是建地 然後呢第一次登記 也就是說 好 大家看一下 這個也是 好 這個也是 好 國有財產局 好 大家講 都也是建地 都是第一次登記 都第一次登記 好 好 好 都是這樣子 好 這個國有財產局 這個齊山區公所 齊山區公所 好 所以現在就了一百零五年才登記 第一次登記哦 那在一百零五年之前 祝福 可不可以登記為他們所有 可不可以 那個登記 謝議長 謝議員 那個登記為所有必須有持續占有一段時間才可以 他們從民國四十四年 一直到現在 一百零五年 都是連續的一直占有 好 這件事情一直到 好 去年前年 我們開始注意到說 我們要把它變成 好 要整治 那個所謂的 好 第二 二排的時候呢 才 二排的時候呢 才注意到說 哦 那我們要把大國頂呢 上海法拆掉 如果說 他從民國四十四年就開始 一直 連續占用 超過二十年 根據民法七百六十九條 大國頂的 祝福 可以申請 把它登記為所有權 但是 他們沒有登記 因為 登記不動產 是登記主義 要登記才有效 他們因為 我們旗山政公所的誤導 以為說 這個土地 是屬於旗山區公所 旗山政公所 所以呢 他們一直沒有去申請 登記為他們所有 是不是 法治局長 你對於我的說法 你同意嗎 跟議員報告 他除了要佔 以民法七百六十九條規定的話 他必須要有所有的意思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要二十年持續 和平 第三個 他又要佔有的意思 那如果說 他在這段期間 他從來沒有跟 主管機關相關單位 表示佔有的意思 七百五十八條所規定的 你就是要登記才有效嘛 他們因為沒有登記 他們現在沒有所有權了 所以他們也沒有權利了 所以呢現在呢 民國七十五年開始 國有財產局就登記了以後 那個所有權就已經變成國有財產局了 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他們是非常非常的冤枉 因為其實兩位局長請坐 是誤導了他們 讓他們沒有去登記 這是他們第一個受害者 大家看一下 這是他們去申請的 昨天才去申請的 到昨天為止 昨天為止 他現在還是見地 還有 市長 我跟您報告 我們的補償 我們當時在拆大智大一市場的時候 市長我們當時是怎麼做的 他們還要經營的人 我們把他安排到龍華市場 安排到龍華市場 讓他們生計可以維持 生計可以維持 好 然後呢 不想繼續做生意了 我們才前去補償他 現在大溝底 我們第一個 我們第一次做的時候 對他們都 每一個步驟的 對他們都是非常不客氣 非常不客氣 先是說 沒有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依據呢 依據高雄市公共 舉辦公共工程 拆遷補償救濟 知識條例來辦理 我們呢 一開始 上面這一個 上面這個 就講說不可以 後面又說可以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做說明會的時候 市長我跟您報告 一個店面 一個店面 他們的補償的是七萬塊 再加上建築物的補償 差不多十萬塊多一點 市長 其三的店面大溝頂商場 他的店面的補償 竟然只有十萬塊多一點 情何以堪 而且對於還在做生意的人 我們沒有給他做一個安置 沒有給他做一個安置 對老人家在上面的老人家呢 我們也沒有給他安置做他們要住哪裡 市長 這個絕對不是市長過去在執政裡面 市長做事的一個方法 所以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我非常沒有辦法理解 怎麼今天會變成這樣子 市長這是第一次的 在大國內上最先只有四百多萬 好只有四百多萬 這個是他們 從民國六十六年 很早的四十幾年 當然收據有些找不到了 他們是怎麼樣呢 他們的租金是什麼 齊山政公所太平商場 店舖租金的收據 他們是店舖啊 他們用的土地啊 他們像我們高雄齊山政公所 當時租的是 是店舖啊 店舖 我們對他的補償 竟然是這樣的出造 十幾萬 錢拿了你就走路 報告市長 您的現在的團隊 是這樣子對待大國民商場的詳情 這絕對不是市長 過去做事的一個方法 好 我想這絕對不是 好 我們深信 還有市長 水利局一再說 我們呢 大溝頂商場是為了二號排水 市長您看一下 有這個是他所謂的水源頭 有水嗎 水源頭是這樣子 完全沒有水 大溝頂商場 他的第四都比下面的 第五號排水系統還高 他從來一百年來製造鎮以來 從來沒有淹過水 今天會為了說 我們要建立排水系統呢 然後要做了這麼樣的一個 排水系統要把大溝頂商場 要把它拆掉 據我所知 因為沒有水 所以呢水利 他們在規劃過程當中呢 是把要把那個古山公園的那個農田水利會的系統的水呢 將來要引到那個二號排水系統 讓他呢 能夠向市長昨天施政報告的這裡有水 變成一個清水公園 沒有水啊 要農田水利會的水 報告市長 這個是當時 古山公園的他那個水呢 被垃圾堵成這個樣子 是我請環保局長去把它清掉 這個是我們打算要把它引水到二號排水系統的 這樣一個做法 好 市長 看一下 在民國五十九年 齊山政公所曾經告 大溝頂商場的鄉親 要把房子收回 在地方法院的時候呢 因為他們不知道 他們輸掉了 但是高等法院 他們請律師打官司以後 齊山政公所輸掉了 報告市長 這個寫得清清楚楚 後來 被上訴人這個這個撥回 他們把上 被上訴人就是指 齊山政公所嘛 撥回 他的要求被撥回了 接下來 他們上訴到最高法院 也被撥回了 也被撥回了 好 所以呢 在整個 在整個 好 作法裡面呢 我們呢是 好 市長 法律的正當性 也是有不足的 有不足的 所以呢 我們對大溝鼎商場的鄉親 我希望市長 能夠重視他們的權益 大溝鼎 充滿著齊山人的記憶 市長 這是大溝鼎 他們 鄉親 這是皮鄉 每一個齊山人都知道 好 這是送中 中表店的 這個人呢 現在都還在 好 都還在 還在營業 還在做 都還在做 好 市長 本來 市長 您看一下 我們市政府 在對外 做宣傳的時候 曾經非常肯定 我們的 大溝鼎 齊山 大溝鼎商場 曾經把它拿來 作為 拿來作為呢 做什麼 作為 對外宣傳的 一個 一個據點 齊山老店 挖堡 走訪 大溝鼎 這是我們市政府 我們高雄市政府 在對外宣傳的時候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資料 怎麼突然間 他們 什麼 變成什麼都不是了 什麼都不是了 甚至於講說 他們是偽健 為了要達到 拆遷的目的 說他們是偽健 他們這些呢 好像是一個 齊山的一個毒瘤 市長 大溝鼎商場 真的是 充滿了文化 充滿了對於 未來在文創裡面 在齊美地區 可以具有一個 帶動性的一個 一個角色 希望市長 能夠充分的去了解 大溝鼎商場 鄉親 他們的 目前的 這樣的一個 處境 到底我們現在 對大溝鼎商場的 鄉親 需要那麼強勢 這樣的態度嗎 我想 市長可能不知道 他們這些人 都是強烈的市長 的一個支持者 三十三富 三十富是民進黨的 一個肩 鐵桿支持者 他們今天 對於 市府的做法 非常非常的 不諒解 市長 民 這團隊 對於我們 大溝鼎商場 的鄉親 是怎麼樣的強勢 來對付他們 錢拿了 你就走 沒有安置 沒有安置 對於 還想做生意 沒有 安排他們 你要 叫他們 往死路上 走嗎 沒有辦法 生活 市長 你不心疼嗎 所以呢 希望市長 能夠 對大溝點 的政策 跟措施 重新思考 可以保留下來 給他保留下來 作為一個雙贏 既然水利系統 能夠 我剛剛講 水利系統 是沒有那麼 實際上 沒有在那麼重要的 一個位置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劉毅 大溝鼎的 這些鄉親 這個事情 第一個 我一定會要求 所有的團隊 在跟大溝點的 這些鄉親 要有更多的溝通 同理心 那如果水利局 當時的給我 對於齊山淹水的問題 當然 有些時候 為了齊山整體的建設 犧牲少部分人 這個公共利益 這些這個部分 如果不是為了淹水 包括整體大牌的親疏整理 當然就不會有大溝點的問題 第二個 如果我想圖木祭司工會 兩度鑑定 它是維樓 維樓有沒有怎麼樣子來保留 這個部分有一些專業 但是我想這些 不過我們都是認為 以專業的判斷 大家可以討論 那我第三 我們對於大溝鼎的鄉親 需要安置 合理公平的這樣的一個補償 這個部分我想我都會要求 我們的民政局水利局 相關的這個同仁 我想 劉議員也在市政府的團隊 也是過去我們團隊非常重要的成員 我們也曾經一起並肩努力 解決很多過去我們認為需要拆除的這些市場等等 但是我想我的態度過去跟現在跟以後 我想我們的態度都一樣 我們要有同理心 我們盡我們最大的可能給予最大的協助 那我想在一個整體的建設的過程之中 我們盡可能不要讓無辜的人受害 這是我們的原則 那我想我們會秉持這個原則 要求我們相關 我們的民政單位 其三七公所 包括我們的水利局等等 我會將他們必須拿出一套 怎麼樣子用最合理的方式 繼續跟大溝鼎的鄉親 跟大溝鼎的鄉親 跟大溝鼎的鄉親 郭家英協助 謝謝 其三大溝鼎的鄉親 是我把我們變成區的大溝鼎的鄉航建的 所以其三大溝鼎的鄉航是當時 我在四五個時候 把下面的基礎 都要探親下去 把它使用馬路的覆蓬 所以它的歷史 只有其三大溝鼎的鄉航有很多 好 這個點點下次好不好 其三大溝鼎的鄉航 謝謝 上午的議程到此結束 下午三點繼續開會